这里我们来学习焊件当中的裁剪与延伸 那么首先我们现在看一看关于这样一个裁剪与延伸的一个基本概述 那么什么是裁剪与延伸呢 那么裁剪与延伸 那么它主要是将现有结构构件当中相交的部分进行相应的裁剪处理 那或者说呢 也可以将现有的结构构件延伸到与其他构件相交的位置上 这就是一个裁剪与延伸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关于这样一个裁剪与延伸的一个基本概述 那么说完这样一个基本概述之后呢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裁剪与延伸在我们人当中 它的一个一般的操作过程是如何的 好 我们先来切换到人当中 切换过来之后我们先来打开一个练习文件 找到C107.02当中的框架草图2D这个文件 那么打开它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去创建一个基本的一个焊件去 选择执行结构构件这个命 我们比如说在这个线上 先来创建出一个 比方说这个国际标准的 比方说是这个 80乘以6这一个 我们写的这个比如说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同样的方法再来从这个位置 再做一个 然后再从这个位置 做一个 再从这个位置 做一个 然后再从比如说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再去做一个对不对 好 确定 好 那么假如就是说 在进行具体的做这样一个 结构构构件的方法当中 我们这四个对不对 是分别通过结构构件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单独创建的话 那么创建出来之后 你发现这一块 它会是这种效果对不对 而在这个件和这个件零件数 它会是这种效果 这样的话 它们两个之间 它会有些什么样 有一些比如说碰撞 或者是干涉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想再重新的通过一部 结构构构件的方式 针对这四根线 统一来进行做的话 后期我就可以通过这种 裁剪与延伸的方式 那么去得到我们 尊重选用的一个效果 那么你像这一块 其实就像当你做了一个 相互的修剪和延伸 得到一个类似拐角的效果 同样这块也是一样的物件 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处理的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怎样来去做这样一个处理 我们先将它保存一下 好 我们先来执行 裁剪与延伸这个命令 选择插入 焊件下的 裁剪与延伸 或者是选择单击 焊件功能选人卡之下的 裁剪与延伸命令都可以 执行完之后 在边缴类型这一块 软件给我们提供了四种类型 有这种终端产件的 有这个终端斜接的 还有这个终端对接 终端对接二 对不对 这样四种形式 现在为了能够得到这种 类似拐角的效果 我们选择的 先来选择终端斜接的 选择这个和这个 你看 是不是过来了 看到没有 没问题了吧 这是一种控制的方法 对不对 这是终端协计 那么同样的方法 我也可以瞄了 真的这两个 是不是也可以做 对不对 是不是也行 对不对 那么在做的时候 我能不能够一次做多个呢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能不能够 这个 这个 你看 他现在能做多个吗 好像一次只能做一个 所以说你要想做多个 你只能一个一个去做了 这是这样子的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 那么再一个是 在做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终端裁减 这是啥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要选这一个 你需要选这个 对不对 你还要选一个 裁减的边界 这个边界可以选面 一个选体 比如选了一个体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项目给大家怎么样呢 用这个体 把它说不裁掉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说裁掉它 用它去裁它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裁减的一个效果 那么一般情况 这个用的不是很多 用的不是很多 像这个效果 我们还是需要怎么样呢 通过这种 终端协计的方式 来去得到这种效果去 只能我们做这个 好 就这一点 就这一点 那么你像这个 我能不能用它去裁它呢 如果你想用它去裁它 大家需要注意 这一会儿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可以通过这种 低准方式来做了 你看选择 这个对象的物件 裁减边界呢 就选它 然后 接下来的话 这一块保留 然后单击确定 你看 可以了吧 同样这一侧也是 可以这么来做一下 也选这一个 尸体就裁它 裁减的边界呢 就选它 确定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也可以啊 同样这一侧也是一样子的 依然是可以通过 裁减的方式 裁它 尸体选这一个 确定 还是选这一个 实体呢 选这个 确定 这就可以了 多不得啊 哎 这是关于这个 呃 裁减的第一种形式 那么这样我们就通过 这样两种形式 那么去得到 另一个这样一个效果 多不得啊 这就可以了 多不得啊 这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将它 另存成是一个 OK的文件 好 那么说完这个 这种 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些 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这当中的选项 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我们也是先来打开 我们刚才打开的这个 2D的框架槽图文件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也是来做 这么几个 第一个 比如说 我们通过结构固件的方式 在这比如做个 角度给它调一下 90 这样 可以吧 好 确定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再做这一个 再给它做一个 比如说90度的 好 然后再比方说 做这一个 这个也给它做的 比如说90度的 好 接下来问题来了 我能不能先把它俩 做成一个 类似斜者的处理 用这个 做这种效果 有没有问题吧 是不是 然后 这个能不能裁了呢 我现在想怎么样呢 想用这个面去裁它可以吗 或者是我用这个面去裁这个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可以 怎么做呢 选拆减 选第一种形式 拆减实力是它 拆减的边界 这里选的是一个面 或者是平面 然后选这个面 还能不能选这个面呢 再选这个面 然后最后你看 是不是 这是实体一的物量 这是实体二 这是实体三 实体一是不是需要保留呢 不保留 好 点一下它丢弃 这个呢需要保留吗 不保留也丢弃 只保留中间这一块 确定 你看 可以了吧 这样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你可以拿一个面来进行裁 如果你想用面来进行裁 需要注意 大家需要选择是第一种形式 选择的是 面 平面的情况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关系这一个 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大家需要注意 你要想用面来进行裁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选择第一种情况 只有第一种情况 才能够用一个特定的面 作为裁剪边界来进行使用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我们将它保存一下 是这一个 那么说完这个就 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 下面的几个 下面几个的话 也是相当标减的 我们只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也是先来打开这个 2D草路这个文件 假如就是说 现在我们也是用 柴这个结构固件 去做比如说一些方管 原来是40乘40的 我们这里选择是 比如说 40乘40 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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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会儿 我们让它不进行处理 好 然后再去选择 比方说 这当中的 这一块 选这个 和这个 对吧 我们先这样去做吧 那么这段这我们来看一下 在裁剪收呢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先看这一个 终端对接 如果你选择这一个 对不对 边界都选择 这个是怎么样 你看 是不是相当于得到这种效果 看到没有 这个延伸对不对 这个柴的对不对 你看之前是怎么样子的 之前是这样子的 做完之后 变这样了 对不对 就这么个效果 对不对 就这么个效果 如果你要选这一个呢 整好反过来 整好反过来 对不对 这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 好 另外在做的时候呢 你做完之后 它现在会是 这种效果 对不对 就这种效果 对不对 我也可以怎么样呢 通过选择 实体之间的 缝顶切除这一块 这样怎么样呢 这样这一块怎么样 它封起来 这也是可以的 同样你这些地方 是不是也可以去做 对不对 都没有问题 那所以说这是 这两种情况的一个特点 对不对 需要对 它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种 特殊的对接方式 对不对 特殊的对接方式 我们需要更新情况 来去选择合适的情况 已经做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在实际上 也是存在的 对不对 有可能存在 好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这一点 那么同样的其他地方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呢 比较做这种效果 对不对 确定 大家需要对这个 你也是怎么样呢 需要一次做一个才行 对不对 你就做一个才行 你不能一块做多个了 同样的 你像这一块也可以去缠 这里我们就用这个 用什么才 用这个才吧 用这个面 选这个 选这个 这一块需要丢弃 这一块需要丢弃 中间保留 对吧 确定 然后同样的方法 再把这一块再拆一下 面的话就选这个 和这个 这个丢了 这个丢去 只要中间保留 确定 这是不是也可以的 对啊 哎 这样就做完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个 呃 汉件当中的 裁剪与延伸 而这样两个经常会用到的一个 编辑工具 啊 我们这个里面 上这个大家说到这里的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程度工具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大家也是需要能够 非常熟练的进行掌握 就你只要是做汉件 基本上这个裁剪和延伸 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 编辑工具了 编辑工具了 那么这个编辑工具 类似于草图当中的裁剪 一样的物量 类似草图当中的裁剪 当你草图化作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裁一下 或者延伸一下 那么同样的 你在做结构工具的时候呢 一般上也不可能做的 一步就做的和你 最终想象的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不一样的话 就很有可能需要进行 相应的修剪 或者是延伸的操作了 好 接着我们说的关系 这个汉件当中的 裁剪与延伸功能 好 接着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给大家说到这里了